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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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是弱 香港人人自危 出家要戴口罩 在家可以怎樣做 小編和空氣質素專家Avoy 來到居住市區的楊山一家 實測一下住宅的空氣污染情況 因為我們住在市中心 這裏的空氣沒有我們之前的屋子那麼好 一開始就是因為我女兒搬過來之後 鼻孕感嚴重了 所以我們都想找一下市面上 有什麼比較好的空氣淨化機 例如空氣的微粒 PM2.5等等 這部儀器來說是比較高階的標準 它可以檢查到PM5.0、2.5和0.3 這三個數字的 PM2.5 政府經常都會提出 我們最近說空氣質素好沒有 2.5會不會超標 為什麼會用這個去看呢 就是因為原來我們身體自己 都有一個過濾系統 當我們吸一口空氣進去身體裡的期間 我們的身體的鼻黏膜、鼻毛 喉嚨有些湧膜各方面 其實它都會做過濾 但原來2.5這個大小 基本上可以經過我們所有的過濾系統 而直接進入肺部 現在首先我們會檢測一下 我們現在戶外的空氣質素是怎樣 結果PM0.3整整有275萬 超出細胃合格標準100萬 不止一倍 所以在家就用空氣殺菌機了 我們現在再測試 在這個Healthway的儀器裡面 當它殺菌之後 過濾完之後 究竟出來的空氣質素是怎樣 我們現在在這個儀器出風口的位置 做多一次檢測 我們看到那個檢測 掃出來的數字 是3個全部都是來的 即是證明 只要經過這個Healthway的儀器之後 它出來的空氣質素 它的液體質素 全部都會被迷來 難怪女兒這麼喜歡這部空氣殺菌機 感覺最大的就是 首先我女兒她晚上睡覺 被失的情況改善了 我自己熟睡的時間應該是長了的 因為我有三個小朋友 我醉了那個人 經常睡到半夜就會起床 要扭奶 我以往不開機器的時候 我通常都很容易醒 但現在開了機器之後 有時突然起床 咦 昨天阿范有沒有起床 我不是很記得 但我睡得太多了 但現在一般家長方面來說 其實可以留意一下 一般來說 如果你們用了一個空氣殺菌機 你會發現 無論小朋友或者家人 睡眠質素其實是會有提升的 同時間也會發覺 如果他們有鼻敏感的問題 其實也有明顯的一些改善 尤其是一些鼻水 或者打癡的次數 尤其是會發現 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較小的小朋友 尤其是在開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很多家人 都很難避免 就是小朋友的學校 惹到一些感冒回來 很多時候 只要一個小朋友的感冒 多於一個小朋友 就很容易出現交叉感染 沒錯 你會發覺 如果你用了一些有殺菌功能的機器 你會發覺 真的那個交叉感染 會很快已經停止了 就不會感染到其他人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表針 馬上留言 就有機會獲得 專家免費上門進行空氣檢測 如果有任何為止 你會發覺 我會發覺 即使我一直地 有機會 你會發覺 有機會 有機會